三重高中第三届美术班毕业美展 日前在三重社教馆开幕了 今年的学生以小口爱为主题 让大家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 说出一些言语难以表达的心情 有时候一些情绪或是想法 可能很难以言语来表达 因此三重高中美术班的学生 就以形形色色的媒材 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 让大家认识他们 这次我们的展览名称 是小口爱 然后口是嘴巴的口 爱是障碍的爱 然后代表的是我们全班 我们班有的人很热情活泼 有的沉默寡言 但我们之间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我们不擅长用嘴巴表达 我们内心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外人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对我们产生误会 或者是闹出笑话 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沟通 因为我们身在同个班级 然后我们都很喜欢画画 然后这种心情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然后透过艺术创作更能表达出 我们的想法跟理念 那希望各位有空的话 可以来三重社交馆看看我们的展览 因为我们平常在学校 我们会办一种小小的展览 可能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一起的一组一组的展览 那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到这种大场地 办这么大的展览 然后过程当然很辛苦 因为我们布展就布了很久 但是有老师指导我们 所以我们很感谢老师这么辛苦一路陪我们 虽然美术班多为女学生 但是这一次毕业美展 许多木工或是搬运的工作 女同学们都二话不说 意见扛起 让指导老师看到她们认真用心的一面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状况就是 在美术班里面任教都会感觉到 这个班非常非常多的女生 然后男生很少 但我觉得今年来说 因为我们现场这一次的展览作品很多 有176件 其实我看到很多女生呢 她们是很愿意自己做木工 然后自己做电钻 甚至她们还会想到说 挂的时候怎么样维持平衡等等 我觉得这些经验在高中的时候就可以有 还真的是很难得 然后外加也是因为这一次 她们的展品展出的方式 变得更复杂更困难 所以她们会思考更多的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我自己像是在学习一样 对对对 也得到很多的经验值 这次展出多件高质量的作品 例如这个打破画布 来呈现想要表达的意境 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欢迎大家永远前往社教馆参观 给这群学生一点鼓励 记者方健凯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